宜春院的丫鬟玉良出门倒雪时,看见千岁红赤裸着身子倒在雪地里,她吓得惊声尖叫,慌忙找来捞宝子。 看古镜中外平摆胎人生,这里是小微讲故事。 事情还得从两天前说起,今天是大年初五,宜春院的姑娘们去拜了财神,回春楼时,门外引满了男人,大家伙一口一个千岁红的叫着,似捧场又似调戏。 人群里最亮眼的女人叫千岁红,她是宜春院的头牌,今年本来她已得了自由身,能回老家扬州安稳过了后半生,哪知头牌想走那是难上加难。 老宝带着整个宜春院的姑娘伙计,又是坐衣又是磕头,就想请千岁红再留一年,毕竟其中利益收入也不是比小数目。 千岁红奈不过众人请,接了今年的合约,作为头牌,她身边的丫鬟也是极好的,父母双亡的玉良一直受着千岁红照抚。 一年前,她被舅舅卖进春楼,骗她说是学绣花,如今只怕是逃也逃不掉了,今年她就得破瓜了。 从清官人变成红官人,是愿离每位姑娘的必经之路,破瓜后,她就成了千人骑万人枕的女人了。 千岁红知道她不肯,便教她学会抓男人,认准一个便不松手,死缠烂打,熬到熟身为止。 这夜,千岁红的常客捧场包夜,却遇上个更加财大气粗的,出手阔绰,一下就是五百大洋,就为了千岁红的一夜。 两位客人言语不对付,三两下就打了起来。 财大气粗的胖子恼羞成怒,认为是千岁红传出了她不如刘的床上功夫,所以就有了躺在雪地里的尸体。 这些男人有钱有势,此事只能就此作罢。 玉良眼睁睁看着伙计把尸体沉入河中,她突然明白了封尘女人的命运,也决心要反抗离开。 很快,玉良迎来了开脸日,她即将成为第二个千岁红。 按照规矩,老宝给她喝了碗六身茶,实际上这就是绝子汤,喝完终生不孕,只有玉良她自己不知道。 于成怨接了一个大单子,为了给潘大人接风洗尘,来得全市城里头有头有脸的人物。 潘赞华是刘杨归来的知识分子,在这场特别的酒局里,她显得正派高洁。 老宝送来玉良作陪,请潘大人点首小曲。 玉良初开口,却唱出一曲南枪,所有人都凝固笑意,觉得不合事实。 只有潘赞华微微勾起嘴角。 众人见大人都笑了,也连连叫好复合。 尝到甜头的老宝把玉良打扮一番,准备把她送进潘府破瓜。 玉良挣扎,不想去,但她深知只有抓住了救命稻草,才能彻底离开这里。 毫无疑问,潘赞华就是她想抓紧的人。 教子落在潘府门口,玉良打发了教府,偷偷溜进府中。 她恳求潘大人收留,做牛做马都行,只是不愿再回那春楼。 见大人默不作声,便解一泄肉,想以身换生。 潘赞华受过高等教育,她不忍心玉良亲见自己,告诉她。 人都是平等的,现在男女在一块儿也得讲感情,要不然就像,就像强奸一样。 潘赞华是个真正的镇人君子,为了不让玉良再落湖口,安排她在府上住下,让下人教她识字。 玉良也庆幸保住身子,为潘府扫地浇花。 潘赞华陷进了她的天真浪漫里,于是更有了保护她的想法。 可作为官员,对手都在千方百计地陷害她。 一时间,城里谣言思起,说她沉迷女色,藏风尘女在家。 潘赞华即刻登报宣布与玉良结婚,她辞去了税务总督,带着玉良去了上海,两人十分恩爱,日日温存。 赞华在上海经商,玉良则跟着她的好友学画画。 两年后,潘赞华要外出做生意,这一去也不知得多久。 玉良也每天画画,甚至考取了中国最高艺术学府,上海美专。 她知道,丈夫并非去做生意,而是起义了。 玉良未表爱意与想念,她将名字改为潘玉良,与丈夫同性同存。 可玉良的学业并没有那么顺利,她所做的西洋画需要裸体模特, 而在那时的国内,这种画叫做银画,这种行为是伤风败俗。 有关裸体画的斗争在国内持续了十年,事情闹上了法院,上海美专也被封了。 不知又过了多久,赞华回来了,她看起来沧桑了许多,背着玉良参观这些年她画的画。 赞华说,奇异失败了,她也什么都没了,好在两人还互相挂念着。 她想要玉良生个儿子,但努力了许久也并无所出。 玉良去医院检查才得知,自己当年喝下的绝子汤已经让她再无怀孕的可能。 她明白,在中国,孩子对于赞华意味着什么, 于是以赞华的名义写信给老家的大太太,请她来上海为赞华育子。 没过多久,大太来到上海,她在赞华面前抱怨,还要给初次见面的玉良一个下马威。 必须得按老祖宗的规矩下跪请安,才能认这个仪态。 玉良听到了两人的谈话,为了潘家不断子绝孙,她向大太下跪请安,晚上又把赞华推向大太的房间。 得不到爱情的滋润,玉良致力于做画,没有模特,她就去澡堂里偷画,被发现就会被打,被羞辱。 后来她对着镜子画自己的肉体,每天在房间里无法自拔,而赞华则是完成自己的任务,心不甘情不愿地与大太共枕眠。 没过多久,大太怀孕了,玉良也为了梦想开始去法国留学,她热爱裸体画,那是艺术,是美丽的追求。 通过华侨协会工作人员往守信,玉良在红灯区找到了一处便宜的地下室。 在这里,她遇到了上海美专的同学,所做的玉女徒还获得了国际大奖,在国际混出了名声。 玉良应美专校长邀请,回南京为祖国服务。 回到家,迎接她的是丈夫和儿子牟尼。 虽然儿子是大太所生,对她也不太待见,玉良依旧很高兴。 这次她回来受聘当了教授,因为国内对人体化的偏见依旧存在。 于是学校部分讲师分外眼红,他们以婊子称呼玉良,却无法证明自己的能力。 回国的日子里,除了授课,玉良便和家人一起,一家三口分外融洽。 直到大太出现在南京,她眼睛已经是半瞎状态。 是来南京就医看病的,但时间长了,玉良深觉委屈,大太也时不时地各应两人,玉良崩溃,却拿她没办法。 因为玉良在国际上已小有名气,这次她想在国内开一次画展,可那幅获奖的玉女图让赞画难以接受。 这幅图就是玉良对着镜子画的自己,她不想自己的女人脱光示众。 玉良只认为自己在忠于艺术,但在国内的环境这无非是见仇,她会被脏水淹死,更会被揭露过去的伤疤。 两人意见不合,闹得不欢而散,果然,玉良的新思想无法融入旧社会。 她的画展被破坏了,甚至自己的过去也被登上了头条。 昨天蹲青楼,今天做教授的报纸,已经成了街上的爆款。 到后来玉良才知道,这是那位不服气的讲师搞的鬼。 艺术被毁坏,丈夫被连累辞职,玉良决定再次踏上追求艺术的路,因为这里与青楼没有什么不同。 她告别赞画,离开的决心如同当年,但她依旧感激赞画,成全了她自由的一生。 路过红灯区时,遇见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,同学却因为男友沦落为战阶女,两人一番寒暄后便离开了。 某日,玉良接到华侨协会的来信,老同学快不行了,她把老同学接回家来。 到死之前,同学嘴里还喊着要画画。 很多年过去了,玉良收到国内的来信,国内有了大变动,新中国成立了,赞画也老了。 又不知过了多久,儿子牟尼来信了,玉良趴在床边失声痛哭,回忆着与她见面相识相爱的一生。 没了挂念,玉良全身心投入艺术。 她再次与法国开了画展,好在她并不孤单,王守信成为了她第二个知己。 她告诉守信,在她死后,把所有的画作运回国内,国家要就给国家,国家不要就给儿孙。 后来,这位非生国际的才女,因为社会的不包容,最终克死他乡,她的画也被陆续运回国内。 有的人致死,都在为那不被世人认可的梦想活着。 画魂讲述了名出女画家潘玉良的传奇一生。 她本是江南风尘女出身,对绘画独有天分,却无人赏识,故事又悲又美。 其中,对当时国内状况的批判,想必也是不言而喻。 电影对女人的刻画让人心生悲哀。 首先是千岁红和青楼的其他女子,一朝背负红尘圣名及骂名,最终却落得个竹席果实,芡莫生长的下场。 一个千岁红去了,还有千千万万个出现。 她与赞话无爱无情,却承担着潘家传宗接代的重任,如工聚般活着,与亲儿骨肉分离,最终死于活海之中。 还有玉良的同学,为爱放下梦想出卖肉体,却又被抛弃。 如此多悲情女性,又是什么造成的呢? 通过潘玉良的一生映射出众多社会悲剧,这样看起来,她显得更加幸运,或许是她骨子里的反抗和坚韧救了自己。 这部电影值得细品,且越品越悲。 图顾